小時候我唯一一個很開心的跟家人一起分享的就是我們每年都等著河水新年的時候 我們一家大小看戲 因為那時候我們最喜歡看的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那個檔期最流行就是家庭戲劇 我看了很多,我看虛貴文 我看《不及逼人》、《全家福》、《家有喜事》 每次看都還在笑 我發覺二千年代,好像少了這些河水片 我其實很想念這件事 因為那時候那些電影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 我和我其人一起很親密的感覺 還有那些電影雖然是搞笑的 但是最後家庭的關懷的感覺很出色 所以我們每次看過這麼多電影 我心裡是很舒服的 那這一種的片類是我最想快點達成這個夢想 因為我很想提示這一種這麼溫馨的感覺在這裡 因為始終現在好像因為科技發達了 雖然是對世界有幫助 但是我覺得好像家庭… 對家庭沒有幫助 對家庭的感覺好像疏離了一點點 疼離了一點點 疼離了一點點 如果不用電話去溝通 我都跟爸爸和媽媽聊天 我問是否可以拉近一點點呢 絕對是… 絕對是… 因為很多這些回憶都是… 新年吃完這個全年飯就好像是… 所以這些是… 永遠都不會磨滅的記憶 那套《賀歲片》就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那套戲 因為一定是很歡樂的 一定是一些最當紅的人去拍的 一定是會很好笑的 一定會是很溫馨的 總之是全家人都是很適合看的那套戲 所以這次施節這個想法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十年前我自己拍了我第一部的獨立電影 就參加過《賀歲片》 就對了自己 然後這一方面我是有信心的 因為我… 其實我是很喜歡講故事 我很喜歡用畫面去講故事 我從世至大都是這樣 那麼… 隔了十年之後 我終於有機會… 有… 投資者對我有信心去… 拍喜劇 那我就… 啊… 就是時間 就是這些就是時間來的 嗯… 很多東西… 說真的那句話 很多東西都是… 很被動的 我們做娛樂的 嗯… 終於有這個機會 就… 爭取這個機會做到自己最好 如果幾年前 我不知道我做不做這個爸爸的角色 我覺得她… 她很有魅力 是… 不是在乎她的外表 而是她的心… 嗯… 工作其實… 其實你看到她 怎麼可以找到這樣的cast 你怎麼知道她的魅力在哪裡呢 就是說… 她作為一個導演 作為一個男人 她好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 那種熱誠 那種心血 是會感染其他人的 就是因為有這件事 所以她可以打動這些人去參與這套電影 其二就是我覺得她有一種世界觀的 她對這個社會是有洞察力的 為什麼… 就是她會說服到我都是因為這件事 因為她看到現在時下的這些現象 即是高科技 點影點看手機 我覺得這個我是認同 她很希望藉著這句話去說一些話 去說一些話給我們聽